传说中的美食界是个极为恐怖的地方 它位于人类世界之外 在它周围是汹涌狂暴的大海 而仅仅是那里变幻无常的气候 就可以杀死99%的普通人 连那里生存的最底层的动物 都不是人类所能抗衡的 简直可以说是刀枪不入 曾经有人类组织了一艘战船前往探险 再历经了两年半的冒险 最后只有一个非常幸运的家伙活着回来 其他的300多人无一幸运 至此人们对美食界完全换了一个态度 虽然美食界有着众多的奇珍异宝 但人类不敢再轻易踏入那片土地 人类在美食界和人间界的通道上 建立起了一道高大的围墙 但是实力强大的美食猎人 对那里却是充满了好奇 比如最近力量大涨 一拳就可以击费300吨巨石的阿鲁 这让他内心已经开始膨胀 为此他决心前往美食界掌掌坚实 其实在此之前同为四大天王之一的萨尼 为了寻找一种顶级甜食 也进入过那里 但是他好像在那里吃了大亏 要不是被再生诗语做就想 萨尼的坟头草可能已经两米半了 他告诉阿鲁进入美食界最方便的一条路 就是内命之铺坛 他并没有阻止阿鲁 因为他知道这家伙已经下定决心 但这狗东西知道消息后就要走 还让萨尼为他买单 萨尼差点就掀了桌子 但依然祈祷阿鲁不要乱来 可一秒钟后阿鲁就来到内命之铺坛 这是一面高达3000米的悬崖 站在这里可以看到美食界的地盘 这小矮子是这关卡的守卫 他想不到阿鲁会出现在这里 他告诉阿鲁美食界因为有神秘的磁场 连卫星都获取不到里面的信息 而在人间界和美食界的交界处 更是充满了死亡谷潮 空中还有那强烈的龙卷风 完全封锁住了通道 而这命之铺坛可以说是最安全的入口了 但那也只是相对而言 这里和美食界有相当大的海拔差 那边的猛兽也很少爬上来 并不是他们的实力不行 最主要的原因是人间界的食材味道太差 但人类这边就不一样了 美食界的食材对他们有着致命的诱惑 每年有大把的人从这里一跃而下 几乎下去的人都是有去无回 说了这么多守卫主要是不想让他送死 然而没等他反应过来阿鲁就一跃而下 这家伙并不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什么 此时他还在半空中窃息 突然一个空气泡袭来 阿鲁做不出任何的反应就被击中 连缘带弹就被深深打入了悬崖墙壁上 中击之后他继续往下跌落 这时他看到20公里外有一只巨武 这是一只万龙 刚才的攻击只是他的鼻涕跑 毫无意外后续的攻击接连来的 阿鲁再次被气击中 这一次爬起来后他阻止起了反击 他的飞叉已经可以立体射击了 但是他高估了自己的射程 最后连那万龙的毛都没有碰到 随后又被单方面给制裁了一锅 阿鲁有点被打弯了 因此身体也是急速地向下落去 等他醒来之后也不知道落在了什么地方 他想爬起来但发现整个身体根本无法动弹 好像这里的重力增强了数倍 突然大地震动了起来 这里可不是什么山地 巨大的危险正在朝着他靠近 阿鲁也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 当那黑暗中的怪物走出时 他终于看清了那到底是什么 起来 sudden 阿鲁也感觉如何